一碗好的麻将凉皮 入口应该是满满的麻将香 紧接着味脸上会品出淡淡的料油香 蒜香再拖一个鱼香 整个口腔里充盈着香的层次 香的丰富又回味舒坦 干货却拿走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我是评论王老师 入口想让麻将香的饱满 来就不能单单只使用芝麻酱 你看我们还需要搭配一些 虫花生酱 可以中和一下芝麻酱厚味的微苦 香油可以是芝麻酱的香味香的更饱满 一匹些酱油蚝油给这款芝麻酱增个鲜 吃起来更顺口 所有的配方比例我放在屏幕上方便学习 所有食材整合到一个碗里去 最后来两瓶北酒 把蚝油的腥味压一压 搅拌均匀 那料油香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需要这排香料制作一款料油 锅内600克熟豆油 姜片 大葱先进锅 清洗干净的烂含香料 一起净 这大火 瞧小火 慢慢炸 锅里有慢慢受热的过程 也是所有食材的香味 我油里慢慢释放的过程 切记全程用小火 如果火大的话 下锅后立马砸干黄了 吃香不足 油也就报废了 砸到葱姜干黄 油料一起出锅 加盖 蒙一蒙 利用油的鱼翁 把香料的香味充分的再出一出 香料油蒙凉了 香味也充分的融到油里去了 溜出料渣 用香料油死 记着 风刺加 记住 边加边搅 用香料油 把这一款芝麻酱卸开 卸到这样的稠息度就好了 油卸的芝麻酱 比水泄的芝麻酱调凉皮 香味更醇厚 而且油调的芝麻酱 夏天温度高了 也不变质 类出从 调好的这款芝麻酱 你调和凉面 调和凉粉都挺好 麻酱凉皮 少了醋水 吃起来 呼口不清爽 过来 姜末草香 加入醋 呛一个醋水 醋呛熟了 去除醋的厚色味 再加入清水 把醋的酸味稀释一下 醋和水的比例为一比四 烧开后 关火 出锅时 把生姜末沥出来 不然的话 生姜末泡时间久了 醋水就变味了 醋酱熟 用清水 把醋的裂酸味 稀释到位了 吃起来才柔香 不裂酸 麻酱 醋水 好了 来用什么调味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 调味的料水 这排香料 看着料很少 但是很丰富 你看 桂精 精香 碧波 草果 一定要去籽 香沙 桂皮 八角 小茴香 花椒 香叶 四斤开水 下 清洗过的来排香料 小果煮上两三分钟 盛着淡淡的茶色 料香味也出来了 捞出香料 调味盐 给一个基础味 来 先去杯糖 中和一下料水的色味 嚼一嚼 盐融化 然后关火 再调味精 增个鲜 出锅 记着放凉后再用 酸水就比较简单了 精酸和成净水的比例 为一比十 麻酱凉皮用到的料水 醋水 做好后放凉了 酸水 芝麻酱 也备好了 上一期 做的凉皮辣椒油 今儿也用得到 一碗凉皮 包括面筋配菜 它的总量是 二百六到三百克 调料水 醋水 嚼一嚼 来烧蒜水 芝麻酱 美美的来两勺 来的辣椒油 不会增辣 只是为染个色 这样我们一碗麻酱凉皮 瞧着好了 嚼一嚼 拌一拌 你看 每根凉皮上 都能挂上麻酱的汁 吃一碗这样的麻酱凉皮 每一口麻酱的香味 都是雄虚渐进的 香的饱满 有层次 有回味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关注我们 学习更多 专业的小吃开店技术 咱们下节课见 欢迎订阅